最近有话有问 小秦你在棚里这花盆里的花是怎么浇水的 我呢其实就是用这杆喷枪 我这人最比较笨 不知道怎么介绍 简单的说一下它的特点吧 首先呢这个喷枪呢是铝合金的合制 它在棚里也好 在花园里也好 它不会出现晒坏的情况 也不会出现断裂的情况 而且呢它关键的一点是 顶部的这个出水孔 它是一千目的 就是它这一个盆头上面有一千个孔 这一千个孔同时出水的话 就不如一把土冲起一个一个的坑 在盆里也好 在花园里好用它浇水就不会出问题了 而且呢它的耐受性比较好 就是它可以用多少年 我这个是用了一年多了 我之前用过很多很多喷枪 因为我种坡这么多年 之前的那些喷枪 你看一下都成啥样子了 要么就是涨水就堵了 要么呢堵了以后没法拆洗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完全可以用手拧开 里边有脏东西用水去冲一下 如果小孔堵了的话 你去找一个钢丝刷去刷一下 那小孔自然就打开了 就跟我们在浴室里去淋浴的淋浴头一样 干了以后稍微冲洗一下拧开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能够循环使用 所以说这个用了一年多 我那边又买了一个金色的 这样就是两边倒梯着用 哪一个地方都吐干了 就又赶紧去浇一下 这样浇水就比较省事 而且不冲突 里边加上肥料也不会流掉肥料 就是稍微有点浪费水 但是呢它确实好用 你看它喷水的时候 整个距离喷的有多远 而且它的水屋有多好 哪怕您去用它打药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您在花园里种花 或者是营养的花比较多 单个的用水瓢去一瓢一瓢浇 非常的累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喷涂 因为它的截图都是直接 可以插到水溶涂上的 都是通用截图 这样只需要我们去找一根水管 就能够直接拿过来浇花了 非常的方便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啊